25万人走上凯道所要求的成立军事冤案申诉委员会 今天迅速成立了 军审法修正条文也马上要施行了 制度的巨大变动必然会带来动荡期 是否符合民意的期待 能不能顺利推动都还是未知数 今天编辑台时间来深入的探讨 现场邀请到是联合报资深军事记者陈嘉文 嘉文好 云芳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委员会其实是为了呼应社会大众的呼声而成立的 当时那么多人穿了白衣站上凯道要求要成立 所以现在成立了 当然就希望能够符合社会的期待 目前看起来这15位委员 以他们的组成的比例 还有人选来说 各界的反应是怎么样 能不能接受 而且持平来说 这样子的一些人选看起来 感觉是不是够公正 操作面上够不够公正 最后可能大家会非常非常的见仁见智 不过这个名单看起来 他官方代表其实是只有四位 国防部这个市主是只有一位次长 那还有三位是律师 然后律师是律师工会派的 然后所谓的社会公正人士 还有法学学者等等 所以就名单上来说 其实看起来应该是没有 很明显的什么太大的问题 看起来